今年一到八月 國內查到的毒品相較去年同期 增加超過百分之二十一 尤其依托米紙 查獲的案件數比去年暴增五十八倍 警方分析依托米紙遭到濫用 都是製成煙彈 鎖定年輕族群販售 法務部現在也在研議 是否要將依托米紙升級為第二級毒品 加強管制 警方僅僅控制就怕男子逃跑 落網側名嫌犯 正值做職業駕駛 被部罰集團雇用 涉嫌開計程車 邊開車邊運毒 檯面的張證物除有Ketamine毒咖啡包 也在查獲依托米紙鹽蛋 現在檢方更示警 這款喪失賭品在國內成長快速 官方通報件數相比去年的二十二件 今年前九月已竄升到一千兩百八十一件 暴增超過五十八倍 伊托米紙來勢洶洶 那我們六大七毒系統也將它鎖定 視為重點 來全力的加以查氣打擊 當時煙蛋目前主要都是用煙蛋的方式 而且在市內的國內現在的銷售是非常非常高價的 一顆大概可以賣到兩千到三千左右 伊托米紙被濫用都是製成煙蛋後 對外進行兜售 檢警分析 販毒集團看準電子煙 方便攜帶難被查氣以外 更重要一點就是銷售對象鎖定年輕市場 不僅新興毒品增加 國內查獲的各式毒品 今年一到八月 比起去年同期也多了百分之二十一 但使用人數卻下降 檢方推測有黑數 而毒品危害社會 最近更凭傳毒架致死案件 怎麼有效打擊預防 考驗者相關單位 記者 從關宣傳的家 台北報導